超古理论 天地鬼神 人间奇才 迪金美带你游走 奇幻大世界 超论鬼才 好消息啊 我们终于在Facebook开了个群组 叫做香港灵性集中地 提供一个共修的平台 希望大家可以真正地寻找到内心答案的空间 灵魂的修行你永远不会孤独一天 你可以点击下面群组的连结 回来新一集超论鬼才 又请到灵动相似Erika Erika 你好 大家好 又和大家在大气电波中聊天 很多人听到你紫火那集 很多人都问了 其实紫火的感觉是如何 或者还有什么功效 其实可不可以Erika说多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了 生成紫火可以做到保护 令到连结会比较正确 不会被邪恋进来 除了这件事之外 紫火还可以做到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了 紫火是由聖哲万大师掌管的 在聖哲万大师掌管之前是由观音掌管的 它已经有很多世纪的历史了 其实紫火是慈悲的 是大爱的 是宽恕 是自由 当你感觉到自由 你个人就会人生轻 是 和它可以清洗你的业力 你要知道 现在我一个念头 我一个想法 我一句说话 宇宙都会在不同方面回到我们身上 为什么今世我的遭遇会这样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业力 我最喜欢紫火的一件事 就是可以清洗我们的业力 除了自我清洗之前我们讲过之外 我们可以用冥想去做自我清洗之外 可不可以帮到对方不要说清业力 我只是说清一些不好的连结 或者纯粹切断某些压运 或者一些很差的运气 其实可不可以帮别人切断这些东西 可以的 那当然 帮别人切断那个人 频率要高 是 我经常说 学了一样东西 你要连 你要运用 用得多 提升了自己的能量场和频率 我才会去帮别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 假设你的频率是50 是 而你又帮那个人是30 是 那你有可能被他拉到30 是吗? 不是我高点就拉高他吗? 即是有机会是被他拉低了 是的 所以要看自己自身频率 所以我经常说频率频率的 是 因为我们频率好就吸引好事 嗯 我觉得 我们最初 运用紫火 是先清掉自己的业债 是 先清掉自己的负能量 之后才去帮别人 那我想问 如果帮别人的时候 我一下子火出去 可能我要很形象化 例如 我的子火要形象在手 我手就变成了一把子火箭 然后好像真的 有些黑气在对方的人身上 然后我切切切切切切 我切除了他这些不好的连结 是否要 那个影像要这样才能控制到那件事呢? 每个人学完之后的用法不一样 我觉得最重要是连结得好 即是你说跟子火吧? 是的 因为你都可以说 A用子火 跟B用子火 为什么两个都是用子火 但是大家出来的功效不一样 原因是看你的连结 你的相信度 你的运用程度 就像我们普通人学日文那样 是 最初学日文 你会觉得巧合又惨手 你完全不明白 其实我在学什么呢? 但是当你学了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你又练得多了 你自然就掌握到技巧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练习 其实你的练习不断在冥想 就是练习不断在冥想 火越烧越旺 可以这么说 因为在子火练习当中 你都会跟不同的指导灵连结 有可能有些同学 他本身的指导灵影出来 就是在你连结当中 你会觉醒 哦 哦 那只是我看着灵火去冥想 会不会更厉害呢? 就是会不会的? 因为有些人 是真的没有概念 没有印象 就是会不会 我对着灵火 然后就想我们是指火 我身上有指火 这样会更快 我先给他一幅图片 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 学身心灵的东西 每个人的观想程度不一样 是 我叫你观想那只颜色 有可能 我的冥想是那只颜色 其实在你第三眼里面 又不是那只颜色 哦 所以我们由最基本的教法 你先看一张照片 是 因为我和你 虽然 有可能 我和迪金比说的指火 有可能迪金比的指火 已经有眼耳口鼻 那么大 那么我的指火 就是 已经是包吻我全身 ok 有些人的指火 有可能很小 是 所以我觉得 是要 在观想里 加一些功夫 嗯 我打算如果那些人 真的不懂观想的指火 就做个指火BBQ 大家烧的时候 看着那些炭 就是那些火 好了 然后大家想像指火 然后那些火 就会在你身上 慢慢慢慢慢慢 就会有一个影像 其实有些学生之前 是学过指火的 是 我觉得他们是用得很快的 嗯 我觉得他们是观想程度ok 但是我都emphasize 一样东西 我们学生心灵 很多人都会 正是通了的心轮 后轮 微心轮 是 是 而是没有去练好我们心轮以下的轮位 哦 就是下心轮 是 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 ok 因为你只是练心轮的话 和后轮 微心轮 不顶论 你会在灵性层面是ok 是 但是你就会或者和这个现实世界脱离了 我经常说我们始终都是在这个地球居住 是 我们都要有地球上的生活要适应 如果脱离了你就会觉得自己孤单 你会有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用止火去练习的时候 我们除了要我们心轮以上通 我都要煲热 我经常说是煲的 是 就像火那样 一定要煲热 下三轮 是 在物质世界那里 还有呢 Erica的止火比较有趣的 它止火是由底轮开始上升的 我刚才问她是否在心轮不断发大发大 她说不是的 其实她的冥想或者引导是由底轮慢慢升到顶轮 是限足七轮的 是吗 是呀 开始初练习我希望你们都要先通过轮位 是 不要只是上课那一刻感受到 是 如果你的轮位不通 那你回去也没用 是 你只是通过心轮、后轮、鼻心轮、顶轮 其实我觉得轮位是容易的 是怎样可以令到自己稳定 OK 即是稳定的火 是的 你的火要稳定 你要连接高频 因为有人轮位 他未必是连接高频的 是 那我们知道了 我们要连接高频 我们的能量场才会有改善 我们的气息好 我们遇到的东西是美丽的 嗯 其实你不断路都要想像这件事 而且有些人说 我真的很担心 因为有些听众都说 我是一个麻瓜 麻瓜 就是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 可能我冥想都很难 那会不会我完全感觉不到这件事呢 然后我就跟Erica说 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把子火的苗 直到他的身体里 让他感受到那件事呢 我会透过精油 我用魔法油 因为有些同学开头 我未必会明白子火的如何运用得好 我一定会用一些精油 本身我自己是精油痴 那我在家里会点精油 我自己都会查精油 因为精油是大地之母 宇宙之父 即有大地之母宇宙之父 才可以提出那么好的精油 是令到我们的灵性层面提高 没错 因为我们都问了 如果你真的感受不到 不如你尝试给火种去 让他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子火 因为子火不仅是热的 它有一种感觉 可能是慈悲 可能是爱 可能是光 每一个人的感觉不同 但Erica可以每一个 给个苗 就是给个种 放在你那里 让你感受一下 让你慢慢把火去扩大 把火去炼 除了我们说 去过人去看之外 其实一个人来到的时候 你也会看到 他大概现在的防御力有多高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 一个防御机制 其实你可以大概知道 他的防御机制有多高 是吧 可以感受到 因为我发觉 多数我说的时候 其实人们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 我自己会说 是 其实我会突然间 别人问我 我会得出一句话 人们问我为什么 其实我相信是神性的力量 给到这个message 我就传出 其实我经常说 我是一条电话 我想问 你会跟别人说 你的防卫能力是 它是32.7% 你这样说 就怎么说 他身体有什么毛病不舒服 他有什么心因 其实这个都是看天 看神 就是我没有认识的 OK 看看他给的message是什么 是的 因为我觉得这些是上天给你的message 所以就是他给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没有认识的 即是有机会他来到 你身体哪个防御差点 这个神 为什么呢 看到你的神有些东西 是的 即是你有什么心因 那些 即是那一下 是上天给的message 我就要告诉你 OK 因为除了我们的脂肪 可以这样用之外 其实他还可以画一些 叫保护阵 或魔法阵 是不是叫魔法阵 可以这么说 因为本身我都说一说 我家人本身都是灵性层面比较高的 是 那我都跟迪根比说过的 本身在我小时候 我家人已经不用这个西药 是 他们觉得西药是毒药 是毒药 他们尽量没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都不用西药 我小时候就没有觉醒 我就不太明白 为什么我家人 要用一些比较要时间的方法 是 但是当我到了某个年纪 原来我都是重复回去做的事情 是 到了某个年纪 醒觉你就会明白 就是他们做的事情的背后原因 或者叫做相信 因为那时候你可能知道 但是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因为我妈在加拿大的时候 很喜欢不穿鞋 我就走 我心想 OK 她都不是到处走 她在家门口走的 我看到那些人去澳洲的时候 那些人是出街都不穿鞋 是的 我就不太明白 我在想你搞什么呢 为什么要搞到直觉这么骯髒呢 OK 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摺地气方法 是 但是到我大了 我就也是这样教人 OK 你不是教人在香港这样做 我会教人在某个公园脱鞋 面接大地之母 我想问 如果你说紫火用来画阵的话 你只这样画了阵 然后在阵里面 就会避受保护一地 要怎样呢 只要用什么特别的方法 或者要配什么才能做到 如果画阵的话 我会召请东南西北的神 这是杀满的一种方法 因为除了杀满的方法 我会用 魔法的方法 我会用 我相信每一种方法 其实都是大外的 是 我用的方法就是 我会相信所有的神灵 我不会跨死的 就是我本身修物中的 我又会相信天使 我又会相信其他的神 是 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 Erica其中的能力 其实是可以练到很多条天线上去 他自己有一些朋友的神灵 但其实不是很朋友的 他也能练到的 这个是他的能力之一 其实刚刚的地甘比讲开 我突然想起来 我很小时候 应该是三年级以下 我都经常想一个问题 我来到这个地球做什么 做什么 我来到这个做什么 我经常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我小时候是这样想 何为有意义的 我小时候经常想 都大过了 或者已经在地球上 适应了 就不太记得了 幸好遇上我的儿子 我就又记得了 他的儿子代表喵喵喵 因为他也是你的指导灵之一 是的 因为我的儿子教我很多东西 教我大爱 他教我 他令到我会帮助其他小动物 是 因为他我会更加认识自然疗法 信息疗法 但我想问 你是因为可以和你的儿子 沟通了才跟他一起生活 还是你和他一起生活 才可以跟他沟通到呢 我是因为游了去我才觉醒 OK 即是最初是一只宠物回来的 是的 但是那时候沟通不到的 那时候只有一个爱字 其实开始养去那时候 没有想着那么爱 只是想着 哎呀 有只宠物陪下自己多好 谁知道 之后觉醒了 他会教我大爱 他会和我说我们前世是怎样 是 他会告诉我 我现在这样练功 他练功 即是你练功 我练功 他会告诉你 你练功对不对 是的 他会告诉我 他怎知道对不对 即是 他自己是已经懂的 他本身灵性层面很高 是的 即是灵性层面高 即是他病了的时候 其实是很辛苦的 是 他都会说 我都不觉得苦 你觉得苦什么呢 OK 其实这个很有趣 很多的动物 都会说同一句 我感觉到你很辛苦 即是主人 例如我生病 然后主人就亏生亏生亏生 但是 在于宠物来说 他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关系 即是很大人的关系 很辛苦 我不行了 他们不是很坚强 是的 他们全部都很坚强 反而他会反过 替你担心 为什么你这么辛苦 你不要这么想 你不要这么辛苦 我没什么的 你可以的 多数都会这样的 是的 大部分灵性层面高的小动物 是会这样 因为他会 他让我学习全心术 他让我的天线通了 是 他让我懂得顺势疗法 自然疗法 是 他让我达成今世的使命 没有他我会忘记了 真的 他是令你记起你自己今世来到的目的 是的 人生的目标 因为如果没有他 我又不会懂得迪金美 我不会懂得物传心术 我又不会做网台主持 我又不会教身心灵 是 我又不会在身心灵方面 不断进修 是 NGH NLP Coaching Channeling 煞满 所有的身心灵的东西 都是因为他而令到我开晓 但是我知道 你不只养一只 另一只又是你的指导灵 就是怎么样 另一只很纯真 哦 其实另一只不是老灵魂 是否这么说 很天真 真的很天真 他会说 其实他走的时候 他就跟妈妈说 妈妈我真是很厉害 你经常跟我说 你说跟天使连接 我第一个做了天使 哦 即是他都是今世学习的 他完全没有不开心 他走的时候 他跟我说 因为妈妈说天使很厉害 我是第一个家做天使 所以我很厉害 那你的指导灵那个呢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呢 你自己继续修行 他现在都有提醒我修行 即是他在另一个空间提醒你修行 有的 但他就不会像小的那么多东西 OK 即是一个大一个小 其实我也跟迪根比说 他是自己的星球 哦 你记得 我记得跟你说 他是自己的星球 甚至我们其他全心思 以前有做过网台主持的Maggie 是 和Latani都去过他的星球 描述是 一样的 一样的 即是他自己拥有一个星球 OK 不是每个都有的 是的 因为要有灵性层面的人 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他拥有一个星球 因为小动物多数是去彩虹桥 是的 他自己有自己的星球 但是不是在彩虹桥的位置 不是在彩虹桥 我自己看完 我都跟我其他全心思谈 他们都是连接到他在某个星球 那在某个星球 即是他是皇帝 即是他是最大的还是什么 他某个星球 他最大的星球 即是他星球里面的最大 即是你或者叫做长老 或者什么 他本身还没来 他帮过我很多小 不止今小 之前已经帮过我多小的前世 但他本身还没帮我之前 他是天上一位 即是工作的天少爷 你可以这样说 他就是来特意帮我的 他本身是一个神 即是缘分 是外星神 还是不同围度的神 即是那时候他根本不是一个宠物 即是他的星球根本是 另一个种类的灵魂 是否这样说 即是我想理解一下 即是他的星球 他整个星球都是猫 即是他的星球 他的星球是没有的 全都是灵魂 他的星球没有猫 他的星球真的没有猫 人仰的 他的星球应该有其他子民 他的星球只有他的 啊 那么有趣 即是那么像那个 小王子 对 小王子 我只守护了一朵花 对 那弟弟会有空去探望他的 那他的星球还做什么 只有一个人 他守护了星球 即是星球本身是他的 但星球里面有没有其他活物 我知道 花祖传播肯定有 但有没有其他生物 尤其是他有没有子民 他在地球 就叫我看着他的子民 在他的星球里是没有子民的 只有他 是的 因为他不觉得寂寞 也不觉得孤单 哦 他下来地球 是帮助我 完成我的人生使命 即是不要让我继续在一起吃喝玩乐 是提醒我 是的 因为Erika 也曾经做过外星世的体 其实他是一只狮子 狮子 狮子是人形狮子军官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和他有些联系 所以今世 即是今世 来到地界 就不断帮你了 这个真的要再去发现一下 其实我记得我和迪金比 当然我们是身心灵 我们都会拜访其他的老师 没错 有些很厉害很厉害的老师 我和迪金比一起拜访过 记得 就是老师一碰你个人 是 那就自然将你所有的邪气都驱走 你记不记得 没错 那时候那位老师就说我个儿子 他都说明我个儿子 他就说他是一个狗尾猫 狗尾猫 是 那位老师说的 我们是一个大陆很出名的老师 一触碰人 就帮别人抢起来头 那位老师就说他是狗尾猫 他今世来就是帮我修行的 叫我自己有什么不舒服呢 就回家看着那只猫 你看着牠 是的 我记得是 那牠会不会吃光的 牠是神来的 连老师都告诉我是神 哦 猫神 是的 真的猫神 不是我自己一个说他是神 而其他很出名的老师都说 这只猫是来到教练你人生 因为我会带我的小童物去加持 这个小朋友很有福气 都加持过三四次 物钟又加持 那些厉害的老师我又带他去加持 OK 这个很有趣 如果各位听众有些人 有宠物的话 其实都可以不妨 传个email来问一下 我们都会和你们说一下 你和他的恩入 有兴趣的可以传个email 和我们聊一下 不是email 应该是whatsapp 下次再聊 拜拜